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二月底了,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这个景象是从我家的车库望出去的样子 现在我就走出来了 因为等一会儿我要去滑雪场 必须要把车道清理一下 今天从早上八点钟左右就开始下雪 那到现在已经,现在是三点钟 下了很久了 雪现在是应该有超过15厘米厚 你看我面前的那个雪堆 就是我前院的这个雪堆 超过三米高 车道的两旁现在的雪堆也有一米多高 两边都堆满了雪 今年多伦多的冬天 正式开始下大雪 从二月份才开始 之前没有这么多雪 二月份几乎就没停过 老是有特别大的雪在下 这是多伦多市区唯一的一个滑雪场 离我家只有15分钟车程 有三条滑稿 有两个滑道共用一个 chairlift 从我儿子四岁开始 每年的冬天 每一周我都有一天在这个滑雪场 他现在已经12岁了 我对这个滑雪场呢现在是非常的熟悉 今天的雪很大 但是呢温度现在是好像零下11度 还挺暖和的不冷 有的孩子呢在ski 有的孩子呢在snowboarding 这条滑道呢是最常用的一条滑道 比较宽 孩子们都在这个滑道呢做练习 旁边呢有一个跑道 有两条是跑道 滑下去以后呢就搭乘这个 chairlift上来 然后呢再从这个坡滑下去 加拿大的小孩子呢从两三岁 很多从两三岁就开始滑雪了 蛮有意思的 现在呢风突然大起来了 非常冷 滑雪呢可以一直到三月份